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号玩家书给登月第一人 我李某人还是颇有微词 当然了 斯皮尔伯格的实力是有目共睹 他曾获得两个奥斯卡最佳导演 还有94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新德勒的名单 像他这样的态度级人物 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罗马而言后 最有可能的是 在他眼中 Netflix在地 结果我们演出的那些低层们网大 没什么区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票房吧 阿丽塔并借3.2亿的票房冲到了冠军 刚上映的迅农高手3 以2.21亿的成绩紧随其后 《流浪地球》已经上映27天 仍然厚景之足 排名第四的绿皮书 上周票房不如同期的巡农高手 但本周已经反超 而且还冲到了第一 在之后的当初影片人幻节里 我们将会让嘉宾探讨一下这部影片 敬请期待哦 好的 欢迎回来 3月1日 日本电影人也举办了他们的奥斯卡 日本电影学院奖 小偷家族融合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7项大奖 加上之前他在刚拿的金松旅 可以说是日法两开花了 再拿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子 结果却输给了一个 听都没听过的片子 原因就是没沟通 评委觉得 报文别记已经拿了金松旅和金球奖 不需要奥斯卡了 足以见的 要得奖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评委 我要最佳影片 好 你已经拿了最佳服装设计 和最佳艺术指导了 就不需要这个最佳影片了吧 刚上映的惊喜队长 口碑一般 目前在豆瓣评分7.2 IMDB评分6.3 值得注意的是 IMDB上有23.3%的用户 给出了一分差评 同时也有相当多的用户 给出了满分 这样形状的统计图 我还是头一回看到 真的挺异常的 说到金球队长 其实DC也有一位同名的英雄 不过现在改变成沙赞了 最近 雷霆沙赞也放出了中文预告片 预期于今年上半年上演 据说 主角只要大喊自己的名字 就能从一个小孩 变成超级英雄 喊成我的名字 你想得拥有我的力量 Captain Marvel 不好意思 走错片上了 虽然《沙赞》的漫画 比漫威那边早 但人家漫威抢先注册了商标 倒是对方不得不敢的称呼 你明明是我先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下面之下 人家阿里巴巴很有先见之明 把阿里爷爷 阿里奶奶的全家都给注册 稍微有点扯远 有了前作海王的高水平发挥 粉丝们应该已经对DC重拾了信心 不过导演们的压力恐怕不小 据说 雷霆沙赞的导演桑德伯格 也拍过不少恐怖片 他能拍到温子仁那么好吗 我李某人就先不预测 第一节学舞 在保加利亚拍摄完成 预计于9月20日上映 72岁的史太龙老当一壮 不仅继续出演了主角 还参与了编剧 如此大的工作量 让人不得不对 他的身体状况担忧 搞不好 这会是最后一滴选的 年纪大怎么了 隔壁68岁的某人 不仅周游了半个地球 还在这年纪 搞出一个私生子来 你说的那是漫画 史太龙毕竟是个真人 你想想看 70岁的真人是什么样的 我爷爷也70多了 现在在西伯利亚打猎呢 有一次他来不及给枪装弹 就拿着枪杆 打死了两头狼 这 难不成这只是 我爷爷一个不值一提的长出罢了 下面来看一则电视剧的消息 全力的游戏第八级导演 米格尔·萨布什尼克透露 夜王将带领异轨大军 决战林东城 据说 这场战斗足足花了55天来拍摄 是之前私生子大战的两倍多 既然有了双倍的时间 那就会有双倍的快乐 当然也免不了双倍的便当 艾莉亚的演员 麦西·威廉姆斯表示 他以往接受了那么多的训练 却一直没有机会上战场 这次总算能去前线搞事情了 嗯嗯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翻译了整整六级 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团战 一定是编辑的国 这一局解答你们汤英 听你那么说 你很有啊 开玩笑 我超勇的好不好 人类一方的参战角色 主要包括 史塔克势力 龙姆大军 乔拉 穆尔蒙 等等等等 当然了 大家关心的 并不是这些人里面 谁会死 而是这些人里面 有几个能活下来 不过 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所以结局 我已经猜到了 欢迎回来 我是李飞凡 下面一个环节是 大众影评人 在这个环节里 我们会让嘉宾分成两方 辩论一部影片 到底好不好 这个环节的灵感 来自于这名游戏 逆转裁判 评讯上投票和嘉宾发言 均不代表本节目观点 只是给大家提供 一个讨论的平台而已 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围绕阿丽塔 战斗天使展开了辩论 最后大众影评人 给出的分数是7.6分 同时呢 我们节目组在 沐鱼的微信公众号上 也发起了一个投票 在1695名网友 打分之后 阿丽塔战斗天使 最终得分是7.2分 比大众评论人的分数 略的异性 那么问题来了 应该如何参与投票呢 还等什么 赶快打开微信 扫一下吧 本期节目的话题是 绿皮书 该片已经获得 本期奥斯卡 最佳影片奖 而参与辩论的嘉宾 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 小剑 啊 大家好 我是愉快肥皂公司的小剑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节目 以及我们的摄影师 刘三峰 大家好 我是刘三峰 摄影师都上台来辩论了 谁摄像呢 反正机位都是固定的 设置好之后 就不用管了 大家好 我是没时间 我现在就在愉快肥皂公司的会议室 小剑和刘三峰正准备 抽取各自的立场卡 在决定这晚方之后 正式辩论之前 他们都各有三天时间准备 让我们看一下结果如何 雷三峰 你又来参加这个辩论了 其实本来是Aaron来参加的 但他身体有些不适 正在外壳挂号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呃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换个话题吧 小剑 你能来参加这期节目 这次帮了大忙了 我看飞盆哥之间都急死了 你平时一直在当大众评审员 这次你怎么会想到 来参加辩论呢 呃 李非凡缺人 我本身是不想来的 但因为苏菲让我上 我就上了 嗯好吧 你这次抽到了正方 影片又值得浪好思考的立皮书 这波应该稳了吧 按照你们的节目规则 别想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评分的分数差 评分高的影片起点也高 赢不赢还是看辩论的发挥 和影片质量没有什么关系 你说的也是 看来我们果然是一档非常公平的节目呢 那面对这么强大的柳三峰 你要怎么准备呀 呃 我虽然说不过柳三峰 但苏菲可是赢过他 我应该会向苏菲多多请教吧 好的 谢谢没时间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本期的话题 绿皮书 本期节目将会出现一些剧套 请大家周庆观看 因为电影还在上映 剧情叙述的部分 我们就照例简略一些 那么沐浴 你可以帮帮吗 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 南方的种族歧视现象 还很严重 一位著名的黑人钢筋家 为了改变白人 对黑人的刻板偏见 决定在此时前往南方巡演 为了确保演出的顺利进行 他雇用了一个 普通攻心阶层的白人当司机 文化背景 性格都十分迥异的两人 一开始都互不理解 但在开舍南下的过程中 他们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 好的 谢谢母鱼 目前这部电影 在豆漫评了8.9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众评试员给的分数 十位大众评试员 给出了8.4分 比豆漫第0.5分 请注意 本期赛事有变 大众评试员 一共有前后两轮投票 如果后一轮大众评试 低于第一轮 反方胜 反之正方胜 甚至将获得 由美老板赞助的 某快餐全家统一分 败者也将获得 由他赞助的 overweight午餐圈一张 好了 双方都已经有了立场了 下面开始利润环节 首先从正方 小剑开始 总体而言 绿皮书这部影片 观看体验是相当好的 笑点安排得比较密集 感人的段落 穿沙在其中 节奏很舒服 两位主演的表演 也是五个挑剔 把一段艰苦的旅程 表现得趣味十足 相比之下 出不可及的情节设计 有些相似 却仅仅停留在 两个人的和解上 并没有去探讨 和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绿皮书是一部 不出给他的佳片 好的 然后是反方 柳三峰 我就不这么认为了 虽然绿皮书拍的还可以 但是他的缺点也不少 比如 影片剧本过于工整 导致大部分情节都能猜到 而且 影片对于人物的刻画 都太简单 太脸铺化了 不是 不歧视别人的好人 就是歧视黑人的坏人 其实 种族歧视是一个 相当复杂的问题 但影片只是流于表面 甚至还有美化 这种历史的嫌疑 很多同类型题材片 都比绿皮书做得好 我只能说 绿皮书没有好到 豆瓣8.9的程度 拿了最佳影片 争议这么大 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的 双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下面开始 自由辩论环节 首先 由正方 小剑开始 绿皮书这部电影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 我想 正是因为这种真实 故事才会如此地 打动人心吧 哦 我怎么听说 人物原型的家人 只在影片乱改 歪去事实呢 现实中的黑人钢铁家 其实没有那么高高在上 什么连自己的黑人同胞 都不接近 他其实经常 和一些黑人音乐家合作 和白人司机的关系 也没有像电影里面 那么近呢 呃 这 电影作为艺术创作 又不是历史 适当加工不是很正常吗 你刚才说 真实的故事才能打动人 现在又说 适当加工有必要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雷吗 呃 那就不说这个了 你知不知道 电影里弹钢铁的段落 都是CG合成的 只有头部是演员阿里的 其他的都是专业人员在弹 可以说是 技术和剧情 相结合的典范了 电影里 凡是要用到CG的地方 应该是普通拍摄 实现不了的地方 比如阿根真传里的肯尼迪 那才是典范 海上钢琴师没有用CG 也表现了一个钢琴天才 绿笔树的CG 其实有一点取巧和偷懒的形容 哎呀 你说的太夸张了 人家阿里也是训练了 很久的手势和姿势 才开始拍的 不然表情动作对不上 还是白大 哎 特效是把双刃剑的 还是塔克夫斯基的电影好看 又飘逸 又有质感 又浪漫 又现实 三毛兄别顾着伤感了 绿笔树的细节 其实很到位的 比如黑人钢琴家的服装设计 一开始过得严严实实 一丝不苟 但随着他的心情变化 他开始只穿衬衣 不拘小节了 又比如配乐 也在跟着电影剧情 和人物的情绪发展 你提到配乐跟着情绪走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 有点突兀的地方 中当钢琴家和田里的黑人 同胞对视的时候 音乐风格突然就变得很严肃 但其实 关注情绪还没有完全到位 有点急了 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那本音乐用得很好 体现了黑人群体的困境 和主角心里没有说出来的同情 说到这里 演员精彩的表演 对情绪传达也是共不可没 不仅有获得最佳男朋友的阿里 扮演司机的维果莫腾森 可是演过《指环王》里的阿拉贡呢 能看出来吗 据说 为了拍这部戏增肥40多斤 这样的演员才是真经验 据说现在又捡回来了 隔壁的皮特都羡慕哭了 我不是 我没有 你不要胡说 演员是不错 但导演就类差一点 嗯 导演怎么了 他之前拍过很多喜剧 比如阿呆和阿瓜 一个头两个大等等 经验肯定丰富 据我所知 他之前一直是和兄弟一起拍片的 而且 他还得过金酸梅的最差导演 哎 那又怎样 谁都拍过烂片 扎导还拍过正义联盟呢 扎导你就别提了吧 嗯嗯 扎导这么有正义的话题 我们就先不讨论了 双方已经交流了部分观点 在座的评税员有什么看法呢 最愉快飞车公司的老板 我当然是很支持小借的 这两天 他一直和苏菲讨论电影 讨论到很晚了 而且第二天上班时 一再精神饱满 全力准备辩论 又没有影响到日常的工作 他很不容易 面对有专业背景的柳塞峰 他也并不示弱 很不错 嗯 那我们再来问问看 保持全胜系录的苏菲姐 我当时觉得柳塞峰说的挺好的 有理有据有知识 小借子吓唬 把我交给他的全忘了 知不知道这么多天 他在听见什么 好了 看来苏菲姐非常公正 对自己的下属要求也如此严格 姐没有这么公正的裁判 请继续下半场的自由辩论 其实本届奥斯卡的这一家影片 让绿皮书拿到我是有些不服的 那一时间 我觉得他比不上罗马和宠儿 三丰兄 你这话说的有点偏体了 咱们在这里只针对绿皮书 这部电影进行讨论 不探讨 他值不值得获得奥斯卡奖 行 那我们就来说说电影的品质吧 说实话 电影的情节都太容易猜到了 无非就是两位主角 从一开始的对立 不理解到后来的和解罢了 双主节的片子 不都是这样吗 这算是一种常规 而不是俗套吧 在常规的剧情框架中 影片把节奏和观众体验 都做到了极致 笑点很多 也穿上了感人的故事 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在常规结构下 派出了极高的完成度 哎 完成度确实高了 但这个剧本过于工整了 15分钟黑人钢琴家出现 30分钟正式上路 90分钟雨中爆发 两人开始理解 120分钟 皆大欢喜平安夜等等 起程转合都在意料之中 如果发现观众就喜欢这样 按常规来写也没什么坏处嘛 谁说没有坏处啊 当我看到主角被南方警察 刁难的时候 我就知道后面肯定会有一个 北方警察送温暖 强起来对比称同 但是 北方种族歧视的程度 就是比南方要轻一些 哎 除了这些 电影的主题也是比较浅的 虽然讲的是种族歧视 但是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这是好莱坞编剧的老问题了 他们总喜欢把一些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 比如主角遇到的所有困难 都来自于种族歧视 不能有好厕所 不能和白人一起吃饭 不能适穿西装 其实啊 种族歧视在现实中 是以更深刻更复杂的形式存在的 这种自愈自热一样 不痛不痒的讲述 我看并不能让 真正被歧视的黑人朋友满意 呃 等一下 你没有注意到最后酒吧那场戏吗 两人出来之后 发现有黑人在敲他们车 他们的矛盾不仅来自于 白人等外部压力 还和黑人内部的问题有关 这算是一种 对种族歧视的不简单化处理吧 这算是比较一般的处理 影片撞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它就很立体地展现了这种人性的复杂 比如里面一个白人警察 会因为偏见给黑人司机 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但也会在那个黑人出车户的时候 舍命先救啊 你很难说清楚 这个白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并不是简单地往人物身上贴一个 种族歧视标签就完事了 比绿皮书的处理 不知道该搞到哪里去了 呃 撞车那部电影 我前天晚上 在办公室和苏菲一起研究了 呃 他的缺点是 和其他类似影片一样 只有批判和提出思路 然后就没有了 但绿皮书的主创 通过主角的行为 向观众传达了一种解决办法 就是 以非暴力的方式 勇敢地走出第一步 不是以暴力去反抗 而是以理性来适合让对方理解 如刚行家阻止男主欧大餐厅经理 然后平静地表示 自己在被不平等对待的前提下 会拒绝演出 虽然看起来 这样的改变会很慢 收效也甚微 但我觉得 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方法 观众也能感受到影片这种 提出解决方案的积极态度 好的 眼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进入总结生词吧 由正方开始 嗯 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 就是非常完整 视听体验非常好 节奏欢快的表面之下 是对种族歧视和阶级问题的探讨 对方便有觉得电影很浅 套路很常规 我觉得这样可以增加电影的受众 让更多人看懂这些问题 从而使得这部电影 有了一定的社会效应 而面对种族歧视问题的探讨 影片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批判上 而是提出了解决方案 这种态度也让人敬佩 就算人家原型的家人对此有意见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毕竟电影可不是什么历史书 好的 请反方也来进行最后的总结吧 这部电影啊 是很标准的流程发展物 剧情什么的都能猜到 听起来笑点也无法缓解 剧情战力不足的问题 正方便有认为电影说的浅 是否能让更多人看懂 我倒是感觉编剧 并没有真正的经历过被歧视的痛苦 以至于写出的东西有些表面 我愿意相信编剧 没有美化那道黑历史的意思 但它对种族歧视表现的就是不深刻 全片都是这种 不能住旅馆 不能和白人吃饭 不能用厕所之类的事情 有时候 把刺诵的历史 派成这种浅层的喜剧 比种族歧视本身还有恶劣 会让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变得不严肃 我也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 大众平时原则第一轮 给出了8.4分 影片本身是合格的 甚至是出彩的 但考虑到上面这些缺点 我觉得 它应该比8.4更低一些 好的 感谢二位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评审员的最终给分吧 最终得分是 8.1分 比第一轮低了0.3 恭喜这次的胜利者是 反方 柳三峰 柳三峰获得利用 梅老板赞助的快餐全家统一分 小剑也将获得 由他赞助的 Overway午餐券一张 小剑 虽然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没有获胜 但也不要太难过 以后还有机会的 那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Overway吗 这个地方 我不想再去第二次 那么以上就是 大主影评人的全部内容了 在情报剧的最后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近期会上一个影片吧 《过春天》 是一部讲述少男少女 新出期成长的故事 这部影片入围了 第69届柏林电影节 新生代青年单元 虽然最后没有获奖 但这一定程度上 肯定的影片的质量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阳台上 讲述了一场复仇的故事 由张猛导演周冬宇助演 导演张猛曾经拍过《钢的琴》 《耳朵大有福》等影片 喜欢他的风格可以去看 让一群具有超能力的 少男少女展开 作为少年Jump的历岁之作 我因那王道的热血战斗 感染了不少观众 谢谢粉丝 想必不会错过吧 好了 本期的影视情报局就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朋友 李非凡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哦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